今天我們請黃老師跟黃醫師 同一集是因為有一次 他們兩位也來 都在聊婆媳 我們本來想要把這段話剪出來 可是黃老師說不要剪 後來我有說可以 我有說可以 那我把那個內容簡單跟大家介紹 那一段話的標題是 當婆婆來探病 媳婦應該怎麼面對 那黃醫師聊到前婆婆來探病 但其實前婆婆來探病 是這個製造的麻煩 聊到最後 黃老師就訓斥了黃醫師 說黃醫師你這人應該是很鼓勵 這樣 那我們這個節目的小編 就把這一段剪成精華 結果現在點閱出破三十萬 還跑馬燈 沒有 我 你要再講 沒有 就是 然後黃老師 我記得他以前有說 他說黃醫師你把你的鑽研 把你的構成放在你的婚姻裡面 這樣 那所以就說 這個黃老師也很直接 就直接 這樣 那黃老師你又報酬 因為那一天我為什麼不想在這個袋子再播出來 你說的已經三十萬了嘛 對 那今天在播出的話等於是對黃醫師再一次的傷害 不一定的傷害 可是他還是會介意 不然的話他為什麼說我如果今天講完以後被殺的話 他連兵儀館都選好了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時候呢 有講到一句話 就是公婆來看小孩的時候呢 來看孫子的時候呢 那黃醫師用他的專業 就叫他們要時間要先選好 然後來要戴口罩要洗手要幹什麼不然不能看 都說得很多 整個都是專業的醫生 要把別人交代一下就對了 這對一個長者是說 這我的孫子 我是來看我的孫子是好意 阿嬤 公嬤看孫子是好意 絕對不想害孫子嘛 我們又沒有感冒又沒有傳染病 為什麼要交代這麼多 交代也就算了 他又說一句 你就知道他們都很胎高的 這一句話我覺得 在電視上說是過分的 我說你就在電視上說的話 你就輸了一定再過人圓 電視公開一定都可不責言 你輸了一定過人圓 我是這樣 但事實上我是很疼那個佑佳 為什麼 因為佑佳很勇敢 很多台灣的婦女呢 不敢像她這麼坦白 敢說出她的感受 但是我一直跟佑佳講的是說 你的感受是一個個人的感受 你惡婆的標準 你婆婆不好的標準 跟別人不好的婆婆標準不一樣 搞不好你這個婆婆 我對其他的媳婦來說 是最好的婆婆 豪門嘛 教你規矩 然後要求你什麼 但是把你帶給他 孤兒 孤媳婦 財產老闆都你贏 還要什麼 所以某些人 可是對她來說她是個專業 而且她是職業婦女 她經濟獨立 她也不在照顧你的錢 而且孤兒也是這個年齡才來娶我 我也沒有高攀 可是你為什麼一進去 就找我麻煩 我剛開始也是打算 什麼都討你好 可是你到最後 連討厭我 連我媽媽都欺負 把勤務叫勤務來教訓 這樣就不對了 這後續的發展 但是我一直跟那個 那個佑嘉講的是說 佑嘉 你還年輕 也許你將來還有一場在結婚 你選擇不婚 你也要跟人家相處 你的男友 就算你不結婚交男朋友 你到他家就做客 也是要有一個分寸 事實上她是一個很體貼的人 剛剛我們錄影棚 我要去洗手間 結果她就跟我說 老師我幫你拿包包進去 我先給你擱皮包給你喝 所以她私下其實不但沒有過人員 又是很貼心的人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一句話說 人好 沒人知道 所以我是跟她講說 能夠少講就少講 但是你要寫這本書 有這個勇氣 我覺得跟你協虛 因為你 不要說你是一個有自主的女性 我敢挑戰社會的輿論 而且我想改變這個婆媳的關係 對啦 會大賣 這個黃醫師在跟黃老師 那一集這樣播出以後 網友專程對黃醫師留言 他說黃醫師的媽媽 沒有交好女兒 我跟你講 公然的老婆 老婆沒有把孩子教好 是很嚴重的指控 這也是不對 然後所以才導致你婚姻失敗 媽媽沒有把你教好 才導致你婚姻失敗 所以媽媽也要負起責任 然後媽媽把你這個女兒 交得靈牙力次 不知道人情世故 所以會離婚是雜牌的事情 網友這樣講 會不會很受傷 很毒 很毒 外公我網友是夠酸的 對啦 就是說我自己的話 是因為我自己深切的知道 就是說黃醫師老師 是我們台灣父權運動的先驅 多少厨祭 單親媽媽受抱婦女 是受到老師這樣有智慧跟能力 才能夠逃出火海 那生於這種 就是說同樣是這種 我雖然沒有那些人這麼辛苦 同樣也是婚姻中的坎坷者 其實我真的有深切的感受到 就是老師對我的關懷跟提息 然後我也覺得三生有幸 因為就是有真的關心我們的人 才會願意對我們說實話 那本來就是說我們講話的技巧 還有上電視我們都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其實我也是我自己這個部分 當然是有聽進去老師所教我的 但是因為就是說你看 所以我說隔岸關火的人 就是說這些網友他們只會去 就是攻擊他們想要攻擊的人 或者是只是聽到就是他想要聽的 他聽不下去他就來攻擊 所以就會有剛剛講的那個言論 那確實那個節目就是播出之後 就是我媽媽整個晚上睡不著 對他就是說可能就是看了那一集 那當然就是黃老師有 媽媽有每次看我嗎 有一定有 這樣媽媽真的很有水準 可是他都會說那個阿德老師很帥 媽媽眼睛你有辦法看 不要被外表迷惑 對然後他看了之後就是說 那一集他覺得就是可能 這個老師有比較就是指點我一些 其實媽媽是覺得聽不下去 那聽不下去的理由可能就是覺得說 他自己是一個就是他32歲就熟悉 他等於他把他的就是女人的這個 全腹的心力清血金錢 全部拿來這個栽培我妹跟這個我嘛 那今天就是說嫁了一個這樣子的老公 也我們是真的是也蠻辛苦的 因為還要再照顧兩個生病的小孩 那我覺得我媽媽會看到那個節目之後 這麼的感觸是因為 因為我媽媽很偉大也很辛苦之外 他其實幫我顧兩個小孩 所以顯然就是我讓他我是自省 就我讓他的生活中應該也是 因為要幫我照顧我的兩個小孩 他其實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他就說他看了那個節目之後 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睡不著 一直在打字 所以就打了一大堆的信 那個信說叫我隔天說 來這個你明天 就你一定要拿給鄭大哥這樣子 那我看了一下那個信的內容就是 很長喔 對很長 我說怎麼會怎麼會這麼長 那真的是沒睡覺呢 才有時間在那邊一直打字 然後我看的內容其實大概就是 就是我覺得是蠻心疼的啦 就是我覺得就是一個 這樣講我媽可能今天看到節目又 又不能睡覺了 可能也許會罵我也不一定 就是我看的很心疼的是說 其實我媽代表的就是一個 在我們的這個傳統社會中 沒有什麼能力 可是卻又很努力的女性 那她其實沒有什麼辦法 出來說一句話 或者是幫自己的女兒什麼忙 雖然她已經 我認為她已經幫很多 可是她自己是覺得 可能她還想要再幫忙我更多 所以她才會覺得說 她看到的是我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然後她就是想要做一個母親 想要站出來 然後所以叫我要拿給正大哥 那我是就沒有拿給正大哥 因為我覺得這個我 我就是根據我剛剛的看法 而說我覺得媽媽會有這個反應 是很正常的 那我就自省說那真的是不好意思 生生到我這樣的女兒 就是說我們真的 就是說雙命不好也不行 因為是媽媽生的 那可是就遇到這個挫折 然後我只能說勉勵我自己 就是說可能多認真多工作多賺錢 然後多給她可以更輕鬆的生活 那這樣她就會忘掉這些不愉快 不過我覺得剛剛我們前一段有講到 就是說網友就說 你媽媽家教不好才生你這種 兼牙歷齒的女兒 可是你想剛剛在座所有包括主持人 都反彈 都認為說這種話是很刻薄 而且不應該的 為什麼 你一個女兒我幫你養大 醫生 不是不管她是不是醫生 我們也不要說醫生又特別崇高 就是說職業無貴賤 我把女兒這樣子一個單親的媽媽 把女兒養大已經很不容易了 那麼女兒長大以後 二十歲十八歲以後 都是獨立的人格發展 她要做什麼事情 跟我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嗎 而且婚姻 今天的婚姻並不代表 今天好不代表明天不好 一定好嘛 那今天不好再結婚搞不好更好 就像那個齊芳一樣嘛 所以我是認為說 如果說因為討厭黃玉佳醫生 或者說不喜歡她的話 也不用去找她媽媽出氣 我覺得對黃媽媽是真的很委屈 是很委屈也不公平 其實我和媽媽 你算很厲害了 對 應該很厲害 我覺得一個人 單親的女性 要跟兩個小孩在胃才好 對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對 特別是不要講醫生 在胃的女兒算很勇敢 對啊 敢站出來講這些 不是說她講的都對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聽你婆婆那邊講 我講實在 對 就我們現在一起大聲的呼籲 她要出來好嗎 對 一起出來 那個洪雨的要補充一下 不是我是想說 因為大家彼此這樣溝通 才能夠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對啊